由于天干地造高温气候 今年1月公开场地火患大幅飙升 其中2755宗火患发生在灌木虫或草丛 占了1月份火患总数的7成 萧整局执法组长拿督诺西山莫哈莫说 今年1月发生3921宗公开场地火患 分别是园秋或农地266宗 森林431宗 垃圾469宗 灌木虫或草丛则是最大宗 有2755宗 而柔佛市发生最多公开场地火患的周数 2月的情况同样不遑多让 当局接获的投报也将近4000宗 当局正在努力控制在雪兰儿刮拉冷月 和左汉瑟迪亚的森林保留地火患 随着当局预测干燥天气会持续 因此还会发生更多的公开场地火患